好 那我们要重新做的话 我先把做好这 因为我随身点有了 我只是复制出来的 我就把这个删掉 我要重新制作 所以我的资料夹里面有照片 有音乐 我要做相片秀 所以资料夹就准备照片跟音乐就好了 好 那我名称可以改了 因为现在美查重新做美查 所以我就改名称 今天是24号 所以我就0924影片制作 好 那我资料夹里面准备了 照片 还有音乐档MP3 好 那我开剪映的软体 好 那这个查稿就 我不要了 我就删掉 好 我就开始创作 重新制作一份 好 重新制作一份打开来 它会介绍里面的教学 我就先退出 好 知道了 好 那你上面这个素材区 好 这个是预览的画面 下面这个是编辑区 我的时间轴 来 左边这里有媒体 导入 我要导入 视频 音频或图片 好 把它加进来 桌面上的资料夹 0924这个影片制作 你要做一部影片 你要把所有素材 都放在这个资料夹 你不要动一个西一个这样 到时候它就找不到了 一整包 位置放错它都找不到 更何况是 各处是找那个照片 跟影片跟音乐 好 那这资料夹里面的照片 全部进来 所以点一张 按Ctrl A 它会连音乐就一起进来 好 一起选起来了 然后我就打开启 好 那开启之后 照片跟音乐全部都选好了 好 这时候直接拉下来 它就照片跟音乐全部下来 好 那下来之后 我可以按这个 右方有加 放大 放大显示 它不是把时间拉长 它只是放大显示 那预设里面的照片呢 它的播放的停留时间是 一张五秒钟 如果照片要修改 时间了 我可以这样框起来 好 我现在框到的是白白的 我直接这样拉 它就会 框的地方 就 选取的地方 就会变大变小 前面就没有 好 那如果你全部都要 一样大的话 让它全部框一起拉 一样大 可是你要很精确的说 我要设六秒 七秒 这样拉可能不好拉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先设定 先预设它的这个 显示的 就是切换的时间 显示的时间 从左上角这里 个菜单 全局设置 要先设定好 才能拉下来 好 在剪辑这边 剪辑这里有个图片默认时长 好 每一张照片 你要显示的时间 现在是五秒 比如说我要 增加总共六秒好了 好 保存 好 现在设定六秒了 那这时候再去把照片拉下来 那这边拉照片 它没有Ctrl A 它不能全部 第一张按着 按Shift 然后点最后一张 它就把照片选起来 这时候拉下来 这样子的话 照片就全部都是每一张六秒钟 来 有没有 这样子每一张六秒钟 有没有 这两张就到十二秒了 有没有 好 第一张按着 然后按着Shift 尾巴 头跟尾 它就连续圈起来了 好 拉下来 好 拉下来 好 拉下来之后 如果设定了 你可以去调位置 好 这一张要放到最前面 好 就可以这样拉 有没有 可以这样调整 还可以这样调整 有没有 左右拉 不要的话就是 点它之后 上面有垃圾桶 丢掉 好 或者是按右键 会有删除 好 或是键盘的Delete都可以 好 这个是把照片汇进来 然后先 调时间 调时间 还有调位置 好 待会我们再来 剪音乐加字幕 好